有些人他對某些事情會有恐懼啊 那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他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有啊有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那一場車禍其實就已經 造成就是創傷症候群的 就是在醫院裡面被判定說是創傷症候群 那當然因為人在身體技能也不是很好的狀況 心理當然也會掉到谷底啦 因為行動不方便嘛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的有一個心理師 我覺得他很棒 就是他其實蠻鼓勵我 因為我從那個谷底然後慢慢的起來 然後恢復到今天大家看到我的這個樣子 所以他就很鼓勵我說啊 你就自己親身經歷啦 那你如果把這個經歷如果分享給別人 那也可以協助跟你一樣有這樣創傷恐懼的一些人 可以度過這樣子的難關 所以我就把我的重心力放在這裡 協助大家來度過 那在創傷症候群的部分 其實有NLP 就是我們的那種快速恐懼療法 然後協助大家去分辨什麼叫做 害怕焦慮然後跟恐懼 這三個其實有不同層級的情緒體上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談到恐懼啊 其實我是一個很內向個性的人啊 我很害怕去打電話做陌生開發 可是我又覺得說做業務工作才能夠賺比較多的錢 可是我又很害怕去做陌生拜訪 那像這樣子的個性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嗎 有啊有啊 當然因為這樣的客人通常就是預約來到我的面前 因為每個人他的背景可能他會因為恐懼什麼事情 他可能是以前有過這樣的經驗導致他後面的恐懼 所以在我這邊我可能會先瞭解他 然後針對他的主述 然後去幫他設計一個適合他的一個過程 對 那這個課程在結束之後 當然他就 我這邊其實有蠻多成功案例是說 後來變成電話行銷打人的 你或許可以試試看 大陸 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